Foodpanda和外賣員談判達成共識 結束罷工,回復正常服務 外賣員認為公司有誠意解決問題 提出方案回應多項訴求 應用五元美,但可疑接受 胡卓賢報導 經歷兩次談判 Foodpanda和外賣員談了14小時 終於達成最終方案 回應外賣員提出的15項訴求 外賣員代表說滿意今次的談判結果 形容是小勝 我覺得公司解決了一些 真是職願已久這麼多年的問題之後 再加上一個獎金方案去代替的話 我覺得公司的誠意是看到的 亦都已經是去到他們的底線了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雖然不完美,可接受 他們引述公司解釋 說調整基本服務費,轉行獎金制度 是全球外賣平台的趨勢,很難改變 但是承諾直到明年六月都不會再下調 新同時矛盾是地圖計算 距離的計算 我們服務費的問題 見到公司很有誠意去改善 明年以後要改善 地圖問題 甚至實際距離 距離超過一公里以上 它會有額外的補償 額外的補償是五萬張單 見到公司有誠意 另外其實都在平日的繁忙時間 他們承諾了會有額外的繁忙時間 平日的獎金 他們說公司亦都承諾 會改善外賣員的上訴機制 懲罰機制亦都會更加透明 明年一月更加會有實體辦公室 解決外賣員的問題 有線電視記者烏冊賢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